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使用Redux来完成To-Do List的删除功能 那这节课的讲解呢,我就不会再像以前通过一个图书馆的例子来讲解对应的Redux的流程了 因为我觉得经过之前课程的学习,大家对Redux应该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知识的支撑了 这个时候呢,我将完全的采用Redux里面的术语进行整个开发流程的讲解 如果同学们呢,觉得Redux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好 那大家呢,一定要把我说的这个卡片啊,拿出来 然后对着卡片去思考一下整个Redux的流程 打开之前我们的代码,我们来看啊 To-Do List这个页面一刷新的时候,它默认会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123,一个是1,一个是2 它从哪来的呢? 这是因为在Redux里面,DefaultState 也就是当Redux初始化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Redux的时候 Store呢,传给Redux的这个数据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所以呢,当我们第一次执行Redux的时候 我们会给这个State默认负一个值 负值成这个DefaultState 然后呢,再把这个DefaultState返回回去 所以说呢,Redux的这个DefaultState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Store的一个默认值 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里呢,只不过我再去深入的讲解一些 我们呢,可以给这个InputValue的默认值设置为空 List的默认值,我们变成一个空数组 保存 这个时候回到页面上刷新 Fudlist呢,一开始什么数据也没有 我可以往里加Hello 这都是OK的 我希望呢,点击Hello的时候 我可以把对应的数据删除掉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依然我们要走Redux的流程 首先,我们对这个组件的每一项 进行一个事件的绑定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用了UnterDesign 所以呢,页面的每一项是通过这个ListItem进行渲染的 我们可以在ListItem上绑定一个OnClick事件 等于什么呢 其实RenderItem除了接受一个Item参数 还可以接受一个Index参数 OnClick的时候 我们支撑一个方法 这个ListItemHandleItemClick 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因为我们要额外传递一个Index的参数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HandleItemDelete.BandThis 第二个参数呢,我们可以把Index传进去 然后我们去写这个HandleItemDelete这个方法 OK,它会接受一个Index参数 这里面我把Index参数打出来 保存,咱们回到页面下 我新增一个1,点击提交,然后点击这个1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下标是0,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再加一项2,点击2,下标是1 我们呢,现在已经获取到了这个下标 接着我们就要去删除Store里面这个List数组里面对应下标的内容 那我们想去改变Store里面的数据 怎么去改变?第一步一定要创建一个Action 所以我们定义ConstAction等于一个对象 它的类型呢,叫做DeleteToDoItem 这个时候呢,我要把这个下标的值传给Reducer 所以这里呢,我写一个Index 然后我要调用Store的Dispatch方法 把Action发送给Store Store接收到这个Action 然后呢,它会把当前Store里的内容和这个Action 一起给到Reducer 于是,Reducer里面就可以接收到之前的这个数据以及Action 我们就可以在这继续写EVE的判断 如果Action的类型等于什么呢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值,叫做DeleteToDoItem 我要干这样一件事情啊 一样的,我呢,可以接收State 但是Reducer绝对不能修改State 所以呢,我必须要复制一个NewState出来 拷贝一个副本出来 我改变这个副本是没问题的 我呢,怎么去改变这个副本呢 当我删除一项的时候 其实我是要删除NewState里面 Dist数据中的某一个项目 那怎么去删呢 数组有一个方法,叫做Syplice 我们呢,在这儿可以接收到一个数组的下标 从哪接收呢?从Action的Index里面 我们就能获取到你要删除的ToDoItem在数组中的下标 然后呢,我们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找到对应的下标 然后呢,删除一项 就把对应的内容给它删除掉即可 保存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 NewState里面的List已经被变更了 然后呢,我们把变更过后的NewState给它返回回去 回到页面上,刷新 我们输入一个1,输入一个2 然后我们再删除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一个ToDoList的删除功能 带着大家又走了一遍Redux的工作流程 那么这节课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大家加油!